有些地方的朋友虽然已经开始复工了 但吃饭依然是个问题 如果只能带便当来解决午餐问题的话 那照烧鸡腿饭真的是一个便捷又好吃的选择了 一个大鸡腿用刀沿着头部划上一圈 之后只需要剪断骨头上腹着的肉 那这个就不需要你有外科手术般的技巧了 只要耐心就可以轻易的去骨 相信自己 鸡腿去骨后稍微的切上几个十字刀 避免煎的时候它卷缩在一起 之后加黄酒 盐和黑胡椒粉 蒜末抓银片隔十来分钟 照烧鸡如果买不到现成的也可以自制 很简单的 小半勺的老抽 两勺生抽 三勺米酒和两勺的蜂蜜 或者白糖 以及小半碗的清水 锅里少少的来点油 鸡皮朝下放入鸡腿 中小火煎到两面金黄 捞出鸡腿后我们倒入照烧汁 小火熬到微微的浓稠起大泡 放入鸡腿裹上酱汁 煮上一分钟就可以了 熬过头的照烧汁会发苦发酸 所以我们要注意火候和时间 鸡腿切块后装入便当盒 再淋上锅里剩余的酱汁 搭配自己喜欢的蔬菜就自行发挥吧 有意思的是 当你在公司掏出便当时 总能引来一群赞美 那一刻呢 人就是容易飘 哈哈 有网友私信问我 有没有不用夹热的复工便当啊 有啊 我想手撕鸡的凉材就最适合了 经过一夜的腌制后 隔店再吃就更加的入味了 大鸡腿冷水路锅加葱姜和黄酒去腥 水干后 铁具多余的浮沫 再盖盖中火煮个十分钟 不用开盖哦 直接再关火再焖十分钟 这样自己能保持鸡腿的成熟 又不至于发财 完美 之后捞出鸡腿再过一下冰水 让肉制紧弹 便当盒中呢 先铺上一层黄瓜丝 再把手撕下来的鸡肉 荤素搭配的铺上 旺仔 网友们说你以后不能吃骨头了 所以为了健康 以后我们就见了好吗 嗯 乖哟 酱汁的调配就是粗细辣椒面1比1了 再来一勺白芝麻和蒜末 加一点的凉油 避免肉油下烟的烫糊的辣椒面 如果喜欢麻麻的口感 就再来一勺青花椒粉哦 辣椒油里加上两勺的酱油 两勺的盛住 盐和白糖 以及两勺的鸡汤 搅匀之后在淋露之中 所以当我们提前一晚上做的话 那过夜之后 酱汁就会充分的渗透到每一根纤维里 这样在吃起来的时候 味道就十分的浓郁了 最后再来一勺的熟花生碎 这样手撕机便当就做好了 嗨 各位 呃 我再继续做几期复工便当吧 这样你们也要好一周不重复的吃着 那我今天做的是辣白菜炒五花 是用中式调料做出的韩式料理 所以材料简单做法也容易 这样大家就不用特地去买那种 只用一次 然后搁着一边发霉的调料 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五花肉要切成三毫米的薄片 再切上半个的洋葱汁 辣白菜我是超市买的那种整包装的 如果是在菜市场买的那种 从泡毯子捞出来的 那最好先尝一下它酸咸的程度 好方便后面调味时放量的调整 起锅不用倒油 放入五花肉 扁炒到出油脂之后 再倒入洋葱 加几颗的蒜拌和料酒去腥 炒到洋葱的变暖之后 加入一勺的豆瓣酱炒出红油 再倒入辣白菜 同时加点开水不然锅会太干 加点酱油 再有用开水化开的芝麻酱 一勺的白糖炒匀 至于加芝麻酱是什么操作呢 嘿嘿 你试试就知道了 再做几片焖烧豆腐佐餐吧 这个是我家最常做的一道菜 而且辣白菜和豆腐的组合还蛮搭的 老或者嫩豆腐两面大火煎到焦完后 加点点的酱油和少量的盐调味 调料简单一点反而能突出豆腐的香味 加点清水后同时撒上青蒜段 焖它个一两分钟 开开后大火烧过汁就可以了 炒个鸡蛋撒上做做的点缀一下 毕竟在办公室的环境之下 打开店当的那一瞬间 隔壁总会冒出几个头颅 想要探索你的郎中住物 然后再对你一波的商业追捧 嘿嘿 来吧 来吧 来吧